你这是在哪里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没你这么多 来了来了没有啊来了没有啊 欢迎直播间 哥姐们先给你们发个福袋来 来了来了 哥姐们 欢迎咱们直播间所有新进来的哥姐们 欢迎你们来到小俊的直播间 刚刚开播刚刚上线 哥姐们好吧 对主播主播你这里是在哪里 我这里吗 我是在热带里营哥姐们 我是在热带里营 在这个地方是一年世纪都没有冬天的 好吧 对欢迎咱们直播间 哥姐们来到直播间 没有点进直播间咱们点进直播间一下 这里是哪里是吧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里是在咱们的 体验这边的风土沿情啊 感受呢当地的风土沿情特色美食啊 然后呢哥姐们我听说啊这里有个地方他就叫老窝山还有一个叫啊 梅西河啊两个地方 我特意呢就是过来带你们这边看看那边的风景啊好吧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 没有点进直播间咱们点进直播间啊 可以吗欢迎大家啊 对啊 我是从你是从哪里来的 这里是哪里 我刚刚进直播间不知道啊 你说一下吧小俊 哎呦刚刚进直播间不知道是吧 那我再说一下了啊 呃 我呢是从广东的开车呢开了一千八百多公里的路呢 到了咱们这个啊热带以灵就是一年世纪呢 没有那个冬天的啊 这里呢是咱们云南的西双巴那中缅边界六国的交界处 可以吗 呃我来这里呢就是带咱们直播间哥姐们呢 体验这边的风土沿情啊 这边呢有两个地方特别特别好玩 一个地方叫老窝山 一个地方呢叫梅西河 今天呢就带大家呢去那边看看风景去 可以吗好吧对没有点进直播间的呀 咱们点进来直播间一下啊 哥姐吗好吧对嗯欢迎大家了啊 左上角呢我已经给你们发了一个 言言啊啊一个红包去抢抢红包吧啊 嗯没有点进直播间咱们就抓紧时间点进直播间了啊 好吧对呃你怎么过来这边这么久啊 那个啊对一会儿呢 我就带你们现在老窝山那边看了 哥姐吗是照案子的可以吗 给你们讲一下我为什么在这里呢 呃我听说这个地方呢很多的那个少数民族呀 啊然后呢我顺便呢也带大家体验一下这边的风土沿行嘛 呃呃那个就是我那个车子呢开了1000多公里的路啊受不了了 那个路这边的山路太弯了我的车子呢已经坏了爆胎了 啊就是还没有那个还没有修好啊 我就带你们逛一下这边吧啊 我看到老窝山在哪里去老窝山带你们发派风景啊 哎呦这里怎么有个阿妹啊 嗯呦你好 啊你好啊 哎呦你好啊阿妹你好 呃呃可以跟你聊聊天吗有没打扰到你啊 可以的咯可以是吧 哦哦没有打扰到你啊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交个朋友呢 那可以的吗可以是吧 哎呦那好嘞哎是这样子的阿妹啊 我呢是从广东过来的 哎来你们这边的旅游了你们这边玩知道吧 我开那个车子呢就是对那个车子呢已经那个就是有那轮胎坏了 我听说呢你们这边那个呃很多少数民族了你们这边是什么民族呀 哦我们少数民族多了我们我是歹族的了阿哥了哦你们是歹族的呀哦这样子的呃就是我来这里呢就是想去拍个照拍下风景 我听说那个地方叫那个老窝山还有梅西河呃那个老窝山往哪边走啊 哦老窝往那边走了阿哥咯那个山过往这个山就到了啊过去这里就到那个老窝山了啊 不远了就这里了那个梅西河咧哦梅西河往那边那里有条路咯那里走了往上面去了就哦这里有条路哦这里有条路往那边走就到梅西河了啊 哎哎哎阿妹啊你有没有去过梅西河玩呀哦那我倒过的了你倒过梅西河完了哎呦哥姐们这阿妹倒过梅西河完了啊那你一会的话可不可以带我去梅西河呀 那可以的了吗可以的是吧呃呃呃你这里是歹竹啊那个呃这样子阿妹啊就是我来到你们这个歹竹呢 我也没有认识什么朋友也没有什么亲戚的就是我想的就是可以跟你交个朋友吗哦那可以的了吗那可以跟你交个朋友的啊啊有个姐妹这阿妹他愿意跟我交朋友了这么好看的阿妹 我的妈你是我第一个交了歹竹的朋友啊啊交了歹竹的女朋友我是广东的我去过很多少数民族去过苗族 洞族水族啊土家族然后呢我第一次来你们啊这个呃呃歹竹然后呢你也是我一个歹是我第一个歹竹的朋友啊歹竹的女朋友 哈哈那我很开心认识你啊呃哎那个阿妹啊我跟你聊这么久的天了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就是我可不可以就是说那个呃你叫什么名字呀怎么称呼你啊 那阿哥你叫我阿布就好了叫你阿布就好了啊啊哥姐们这个阿妹他叫阿布啊 呃哎哎不对嘞你怎么叫阿布的呀那我们这边都是呃就是我自己拿衣服做一拿布做衣服了啊就叫阿布了我看看那外面很多那个就是跟你一样的十八二十岁的姑娘 然后呢他都是穿的跟你一样的这个衣服了这个是什么衣服啊我逮服了 然后他们也是叫阿布阿布的叫你也叫阿布 不是了吗我们女孩子自己拿衣服做不拿布做衣服了 然后就都叫阿布了哎呦怎么直播哥姐们你们有两万元在直播间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快三万元了啊你们有没有听过 这边叫阿布的呀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叫阿布的啊哈哈啊那好嘞那那你们女孩子叫阿布的话那男孩子叫什么呀 男孩子叫叫阿丽了哎呦娘孩子叫阿丽给你们听到了没有哎呦 干活力气道了有点开开眼界了啊哈哈 妈这叫阿丽哦身体有点绑扎就叫阿丽了啊 那阿丽我怎么称呼你咯你怎么称呼我啊你叫我小俊就好了 小俊对小俊 呃那个阿妹啊就是我跟你聊这么久的天了 然后呢那个也不知道你那个就是跟你聊这么久的天的话我们聊的挺好的 然后呢这样子聊天的话一会呀你的老公呢过来看到的话啊就是会不会不好啊 啊跟你说笑咯就是你老公会不会生气吗 还没有老乖的咯没有老乖 什么叫没有老乖啥意思呀 我就是还没有老乖嘛老乖就是一起去山上干活的咯晚上回来还一起做饭吃的咯 一起去山上干活的咯咯咱们直播间给你们你们有没有在本地的 他们说的这个老乖就什么意思呢给你们老乖一起去山上干活的 哦是的了吗哎还有呢就是晚上回来一起做饭吃咯 晚上回来一起做饭吃的老乖老乖喲你们说的是 哦我懂了你说的这个是老公的意思是吧 哦 哎哎哎呦我懂了我懂了那你阿妹啊就是像你这么好看的这么漂亮的我得乖乖 你没有老乖的话不可能 还没有的了吗 我们这边有习俗了 什么习俗 我是可不可以冒昧的想打听一下 可以是吧 你阿姐没有出嫁 你就不能出嫁的 哥姐们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说法的 我们那边的话没有的 我们那边是谁找到就谁先嫁了 你们这边不是老大先结婚了 那小的才能结婚了 没有没有没有 那阿妹我想跟你打听一下 你阿姐还没有嫁 那你阿姐的话多大了呀 那我阿姐老冠棍了 老冠棍了多大了呀 那阿姐都28了 老冠棍了 28了 那你多大了 25了 你25了 我得乖乖 你28了 你阿姐28了 你25了 那这样子的话 你阿爸阿妈的话不着急的吗 那阿爸阿妈着急了 阿姐要扯太高了吗 阿爸阿妈正常欠阿姐说 你不要要求那么高了 哎呦 嘿 那要求 那你阿姐现在的话跟你讲一下嘛 找男朋友的话也是正常嘛 肯定要找他对他好一点的 对不对 那肯定要负责的吗 不打人不骂人的吗 是吧 嗯 那个这个 那个那个对他好了 不打打不骂他的了 那这样子要求也不高哦 嗯 而且还要叫就是叫给那个小老板了 还想叫给小老板的了 小老板的 嗯 什么小小老板啊 就是 能挣很多钱的了 能挣很多钱的 嗯 挣多少钱的才算是挣很多钱哦 哦 就是要挣个 呃 4000以上的了吗 哎呦 我底乖乖 那你说一个月呃 一个月挣4000还差不多 你说说一天挣4000的没那么多了 那不好找的咯 对呀 你一个月的话要挣十几万了 哪有这么 哪有挣这么多钱的呀 哈哈 不是的咯 阿哥 啊 你理解错咯 我理解错了 那 但是阿姐要求也高咯 要解要求高的 嗯 那你说的那个是多少呀 不是一天挣4000吗 我是一个月咯 一个月挣4000 嗯 嘿 你你不要开玩笑吧 阿妹 阿姐要求太高了吗 你看咯 我阿爸咯 呃 情况咯 天一亮了 就去搁塑胶了 天黑才回来了 天黑才回来 能挣很多咯 能挣1800去了 但是阿姐要找个挣4000以上的咯 不好找的了 不好找 那那你这么讲的话 一个月挣4000的话 在我们广东那边咯 很普通的呀 当个保安也有40005000的呀 那都还普通咯 啊 那都大老板咯 这叫大老板了吗 那都挣很多咯 那都小老板咯 那4000还傻咯 4000的话 我得乖乖4000算大老板了 哦 那很普通咯 那那咱们只会给你们 你们一个月收的工资是多少呀 呵呵 那你阿姐的话一个月再挣4000的啊 那我一个月的话也有个六七千块钱咯 哦 你该别六七千了啊 你挣那么多了 那不是 你是大老板咯 哎呀你不要这样说了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一个挣60007000的 怎么什么什么大老板 你不是开玩笑吗 你就是大老板咯 那阿哥那你又不是老腻咯 老腻 哦 什么是老腻啊 那就是 老腻就是 呃 你老腻吗 你长大咯 就是有老腻 你多少岁了阿哥有老腻没咯 有没有当地的 阿哥有没有 这个阿妹的说是什么老腻啊 我今年 我今年38岁了 你38岁了 啊 那你应该有老腻了 有老腻了 哦呦呦 老妈都在家 老爸也在家 都在家的好好的嘞 你阿爸阿妈都在家了 对对对对 都在家的 那我是问你 有没有老腻的阿哥喽 老腻哦 就是 你 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长大了吗 要要找老腻的了吗 哦 哦就是老婆的意思是吧 哦 哎呦你说这个 我不好意思说了 这个我还没有了 这个嘞 哦你还没有了 没有了 你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你大老板有没有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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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那那那 那你是要求太高了 你找不到 没有什么要求 你没有啦 啊 阿姐有没有了 乖乖乖乖乖 那到时候把 misery 阿姐介绍给你咯 把你阿姐介绍给我 哦 哎呦 我今年都38岁了 然后呢 那个 有把你阿姐介绍arc 我道不好吧 阿妹 我这个你阿姐28 我都比你阿姐大个10岁咯 我大10岁咯 对啊 哦 我阿姐就学很大了 你阿姐就喜欢大的呀 哎呀哥姐们他说把他 阿姐介绍给我你们说行不行呀哥姐们 那你阿姐行不喜欢我这种的又胖哦 胖身体有力气喽 那我带你去跟我阿姐认识一下了 带我去给你阿姐看认识一下 你阿姐在哪里啊 阿姐在家里喽那就是喽 那就是你家了呀 哎呦哥姐们的去不去啊哥姐们这个 去不去啊哥们 啊那我带你去跟我阿姐认识一下 带我去跟你阿姐验识一下 哎呦搞得我有点紧张啊妹啊 我有点紧张了 你这个这是搞不搞就去看你阿姐的 我先喂一下鱼啊 吃饭了开饭了 什么吃饭了你这里还喂鱼的呀 那你不是拿回去吃的吗 我鱼都在那边去了来这边 都喂鱼的呀 哦来开饭了 哎呦我的乖乖这个还喂鱼的这阿妹 他就得搞笑了阿妹啊 快走喽阿哥咯 啊 我去看一下阿姐咯 走了 哎呦那个 那我我我有点不好 我我你这样子说的话我跟你讲阿妹啊 我有点害羞了 我脸都红了 哎嘿没事的喽 阿哥啊 你不是也是老冠棍咯 老冠棍 哦那我阿姐也老冠棍咯 带你跟我阿姐认识一下咯 跟你阿姐 走了嘛 哎呦哎呦 哎呦我自己走就好了 我走就走就好 哎呦等一下阿妹啊 就是哎呦 我跟你刚刚聊了这么久的天 然后呢那个刚刚都没有饿 然后呢 我站起来的时候 两讲两句话之后呢 有发现我那个肚子呀 咕噜咕噜咕噜的叫呀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啊 你这你家的话 有没有什么 顺分顺帅呀 给我整点来吃了啊 顺分顺帅咯咯 那我们吃晚饭都倒给狗吃了 啊都给狗吃了 被狗咯 哎呦那那那没有了 那你跟我回家喽 因为我我让阿姐下面给你吃一块喽 家里阿姐下面给我吃 哦 你阿姐下面辣不辣哦 你们这边吃辣 老辣咯 我们吃我不吃辣的 我们吃的这边吃的东西 我们吃甜的 我们广东那边也不是太咸的 对 哦那以为我让阿姐做甜的咯 做甜的呀 你跟我来了吗 啊那那可以吗 那那可以 那也可以啊 我让阿姐个子高咯 漂亮咯 漂亮啊 嗯 哎呦他阿姐个子高 哎那你阿姐有多高呀 哦比我高个头咯 比你高一个头啊 哦 而且我阿姐很漂亮的 眼睛大大的咯 哦那比两个高的 哎呦我底个乖那不是 阿姐身材好了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哎 那阿姐还会什么呀 阿姐会的可多咯 阿姐会做饭咯 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 做饭也好吃 又会做饭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啊 哎呦那个这种好聊 那哥姐们我想说一下这个 哎你这上什么歌跳什么舞呀 哦那阿姐会的可多咯 啊那你有没有 呃阿姐会唱很多歌曲的咯 什么歌曲啊 太多咯 哦那那跳舞咧 跳舞的话也多咯 那你有没有见过我们这边最出名的舞蹈咯 什么舞蹈最出名啊 哦 就是我们歹族最出名的咯 那孔雀舞你有见过没有了 孔雀舞是不是那个那个那个插的那个蚁毛那个舞啊 哦就带蚁毛跳的那个舞啊 哎呦那是什么那是孔雀舞啊 哦哎呦你阿姐还会跳这个舞啊 哇阿姐会跳的跳的可好了 好不好看啊 哦好看咯 阿哥那我带你跟我阿姐认识一下咯来咯 认识一下 不是那个哎呦我想就是那个舞的话我在电视上看过 但是呢我在在现实中没看过 就是一会的话你阿姐的话可不可以跳一下呀 哦那也会到家咯 我让阿姐跳给你看了 哎呦你这样子的话我脸很红的 那来嘛 气不气啊给你们 来呀 哎呦这样子哪个是你家呀 哦这里是你家了呀 为什么你们这边都有个碗在树上是什么意思呀 我搁塑胶了吗 搁塑胶的 搁塑胶的啊 装什么胶的呀 哦就是装胶就是那塑胶拿去坐你们那个轮胎了 哦坐那个轮胎了 坐那个车的轮胎是吧 哦这个意思呀 哦你家在哪里哦 这里到你家了啊 哦还有到阿妹家了给妈啊 那个去他家看一下啊 那你呃你阿姐那你哎那我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阿妹啊 就是我今年的38岁了你阿姐才28岁 我今年都会不会太大了 你阿姐等一下看到我不喜欢呀 哦不会的咯阿哥了啊 阿姐就喜欢大的咯 喜欢多大的呀 哦这么大的咯 有大5岁的那我都比他大10岁了 那不是有点过头了呀 我不是的咯阿哥了啊 那不是大5岁 是不大于50岁的了 不大于50岁的 对的咯 卧底乖乖 这个怎么直播给你们有没有不大于50岁的呀 给你们有的话你们打个E来我看一下啊 哪个是你家啊 这里咯阿哥了这里就到你家了呀 嗯 你这里家怎么跟关猪仔一样 这里面 哦里面就是关猪仔的咯 关猪仔的 哎呦哦这样子啊 下面都是关猪仔的咯 哦那门口在哪里啊 门口在这里咯 你跟我来 门口在这里啊 哦门口在这里啊 这里咯 啊 哪个这是你家了呀 哎呦那这是你家了 这下面怎么是空空的呀 怎么连窗户都没有的呀 那你这个怎么住呀这个呀 下面哦下面我们不住下面的咯我们住二楼咯不是 下面的话就是住养猪的咯分材好的咯我们那边的话都租在下面的呀怎么你们这边不住在下面的呀 我太太潮湿了啊 下面太潮了下面太潮了太潮了太潮湿了是吧哦这个意思呀哈哈哦我以为说太吵了啊 哦知道你家了呀哎呦你等一下阿妹啊等一下 咯咯我能上去吗 ok的喽上不上呀给你们那个我想问一下啊 所以我有个问题因为呢我来你们这边的时候呢我做个攻略的啊 我想冒昧的问一下 我听说你们这边歹足呢就是说 男孩子是外面来的上到你们楼上的话就是那个要做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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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上门就倒插门是不是啊哦是的喽 那那都是以前了吗阿哥咯那都是以前了不是这样子咯现在都不是这样子的啊 嫁出去的咯那现在的话就是几姐妹吗你有一个有上门姑爷就好了哦现在是几姐妹的话有一个上门姑爷就好了是吧哦我懂了哎那那你阿爸阿妈在不在家呀我阿爸阿妈都去 呃山上哥塑胶咯去山上哥塑胶了啊哦哎那你那你指你阿姐在家吗哦这我跟阿姐在家的咯那一会你阿爸阿妈的话一会看到的 的话会不会就是那个你要让我倒插门呀干嘛的呀哦阿哥那你要当的话 那也是可以的咯哎呦那我不当行不行啊哦不当的话也行的咯不行的啊 哦不行的咯嘛就是我们姐姐妹罗要有一个有上门姑爷了哦这样子的那我上去看一下总可以吧那可以了那可以是吧哦等一下阿妹啊就是那个我那些朋友的话他说想看你那个阿姐跳那个孔雀舞的你们也想看是吧给你们那问一下阿妹啊那你阿姐的话可不可以给他给他们跳一下呢那可以的吗以后我跟阿姐说就好了啊可以的可以吗啊呃上不上呀给你们 还要来呀哎呦那上来了呀上来了挺不好意思啊啊啊儿子你在那里你这是哪里啊呃是渣子给你们哎呦你我跟我妈说一下阿妹啊呃是渣子的妈你在不在呀妈你在的话你给我说一下在啊那个是这个阿妹啊这个阿妹呢就是说他们那个他们这边呢就是要求呢就是4000以下的那个工资的话就可以了 我们那边的话我这个6000块钱的一个月的终于能找到幸福了吗哈哈那个我可不可以上去呀老妈可以的话你们就打个6啊好吧我就跟阿妹上去了啊啊来了来了哦大老板快来了那我不是不要说我大老板了我这脸皮都不知道往哪里判了你我什么大老板了呀发个你就是大老板啊那我今天开心我先发个福袋吧阿妹啊我先发个福袋我就上去我发个啊我就发一个炎炎啊 发个1000块钱的吧啊啊左上角那个1000块钱的红包发出去了啊你们去抢吧啊啊来了啊哎呦那个我我就真的来了啊哦这是你家了啊哎呦那我就上来了啊哎呦这哎这个是这怎么是这样子的呀哦这里就是这样子的咯哦哦这房间在里面是吧哦房间在里面咯房间在里面咯怎么这么啊这个这外面是干嘛的呦 阳台有这里哦哦哦这是反正都是放着啊有时候也在这里吃饭咯哦在这里吃饭了是吧哦哦啊这我可以进来吗这里吗 可以的了进不进呀哼可以进来是吧 这就是我们做饭的地方咯做饭的哎你那个是什么东西啊你那个这个了啊灯了灯了哦什么灯了我可以看一下吗哦真的吗怎么摆一下的呀这个哦就摆一下咯哎呦这么神奇啊这个啊这个有点神奇了啊哦在这里是做饭了是吧 哦这边做饭了哦这边做饭的哦哦这边是煮哦就是这样的了哎你那里不是有那个剩饭剩菜吗能不能给点给我吃啊都收了留着喂狗了啊留着喂狗了呀哦哦那那是喂狗的那我不吃喂狗的我不吃那又给留给你喂狗吧那那你们住哪里咧我们住这里了吗住这里面的哦就一个房间住这里面的就对的了吗 那一个人的话就住你自己住吗哦不是的咯我跟阿姐都住里面咯还有阿爸阿妈都住里面咯你跟你阿姐还有你阿爸阿妈都住这里面的哦哎呦那你那里有四个人吗哦有时候大阿姐回来了他们也都住里面咯你大阿姐去哪里了呀嫁人咯嫁人咯哦哦这样子那你大阿姐回来不是有五个人住了吗 我六个人咯还有姐夫咯还有姐夫咯哦哎呦这样子哎那我想问你一下阿妹啊就是那个如果你们住这里面的话那个怎么住呀六个人怎么住啊哦排队睡咯排队睡的哦哎呀看姐们排队睡的我的乖乖你别笑死我了哎呦我们广东那边不是排队睡的我们广东那边啊是一个人啊 就是一个人的话睡一间房子的哈哈一个人睡一间对对对对对那么大的房子那么黑你不害怕咯 不害怕有什么害怕的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你这个排队睡的话你晚上的话就是呃有什么风吹草动不这样子 风吹草动阿哥我们房间不漏风的咯你看嘛这木板挡住的咯上面还有瓦的哦不我不漏风的咯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可不可以进去看一下呀哦那这里只能我们自家人才能进去的咯自家人哦哦那个那以后你阿姐回来要是跟你阿姐合适的话我可以进去吧哦那可以啊那可以是吧啊那那我想问你一下不是说我这个漏风 我说那个晚上的话就是你阿爸阿妈的感情好不好会不会打架呀这个阿爸阿妈感情的闹路从来不吵架的从来不打架不吵架哎呦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我哥姐们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啊就是那个你阿爸阿妈呢就是会不会磨牙呀打呼噜呀有什么什么小小声音啊那些有没有啊 声音啊那你说声音的话咯有时候会有咯有时会有咯就是每每每就是好时不时就是每天睡觉之前咯阿爸老叫阿妈帮他挠痒痒就是挠痒痒就会发出吱吱的声音咯咯咯哒哒响咯哦你阿爸阿妈的话给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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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呃挠痒是吧给我阿妈挠痒痒咯你们别五个脸嘛哥姐们真的是你们这 这阿妹可不可爱呀给你们阿妹可爱的话怎么打个可爱阿妹你太可爱了真的太太可爱了那那我想问一下你就是那你姐夫的话就是有时候跟你大阿姐回来的时候呢这里面的话你大阿姐到打不打呼噜啊嗯不打呼噜吗不打呼噜但是有时候也会挠痒痒了也会挠痒痒是吧嗯那跟你阿爸阿妈挠的一不一不一样啊哦也是发出吱吱吱的声音了也是跟你阿爸阿妈一样的哎呦你快快 那好呢好呢好吗好那那那可以吗那可以吗那个那那我就不问那么多了阿妹太可爱了阿妹真的我这我得乖乖我没有吃饭了我拿点果子去给你吃拿去车上吃了拿去车上吃不用那么客气了阿妹啊没事的了我这个两手空空的啥也没有带你阿妹啊就是来你家里面的话又又给我拿东西吃这不好吧阿妹那没事的了嘛阿哥啊左上角那个红包一千块钱的红包马上可以想来去想想红包吧好吧 这个果子啊是昨天我去啊上菜的咯西山今天拿去几次换钱的咯啊来得去换了这个大柚子可好吃咯那你那你就拿去换钱就好了你给我干嘛呀你是你拿去吃了吗哎呦这个甜甜的水分很足咯给你装两个咯你这个很贵的阿妹哦这个贵咯我去几次换一个都能换五块咯一个换五块钱哦一个这么大的这个这个柚子 才换五块钱一个水分很足的咯还有这个哦这这是石榴我看过这石榴我见过这不是石榴啊啊这个老甜咯这是什么四家狗哦哎呦这么大哎呦那你开客气了不用了不用了哎呦哎呦我得管你拿去吃了哦大芒果我得吗这么大的芒果甜甜的那好吃吧你这么多的话能换多少钱啊呃这个能换个二十 多了能换个二十多哦哎呦哎呦那个是这么在我们那边的话一个柚子的话 这一个柚子就得二三十了你这才二十多呀一个柚子咯啊二三十了嗯那么多了嗯我再给你装点这个能去车里吃了啊哪个啊哦这个 这个这是什么啊这包排骨好吃咯山油 这个山油好吃咯山油是什么呀 就山油嘛能去炖排骨了你消费了能去炖排骨了这么大的是啥意思好吃咯山油哦你说你说的是山药吗哦是了山药这么大的山药啊有哥姐们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山药啊哥姐们 你们见过吧我得乖乖乖我们那边的山药这么大咧这么大 你们那边的对我们那是铁铁棍山药你这是什么山药这么大呀 哦这我是去山药挖的咯哎呦那太大了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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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得给一点啊 多多少少给点 你说吧 说吧 你说多少 给个多少给个给个200块钱行不行 200块钱吧 那么有这么可爱啊 你就给个20或者30就好了 给个20块钱 太少了 太少了 哥姐们 你们说我们多少合适呀 你们给个30好了 那你这么多等到几十要有有多少呀 我拿去几十卖也能卖个30多了 30多你给个30就好了 我得乖乖 这么多东西才30多 嗯 那这样子吧 那哥姐们 我身上的话就全部加起来 他就300块钱了 你们你们说给200还是全部给 全部给他怎么打到全部啊 好吧 那个阿妹呀 这个哎呀 我也没有那么带了那么多 你也这么可爱 哎呀 那个一会呢 还麻烦你一下带我去带我去那个老窝莎那边看一下 那个这样子吧 你就 你就拿一点了 太多了 安哥罗 啊 太多了 不是你拿着 给个30就好了 你拿着嘛 你刚才要拿着就拿着嘛 那我就拿咯 你不跟你讲 你拿这么多桑里面的桑货给我吃 我就喜欢吃里面桑里面的东西知道吧 那你喜欢吃桑里面的东西 那以后我再拿点别的给你 还有别的吗 哦 桑里面的东西纯天羊 智羊的生长的 这东西好吃嘞 哦 是的 那个 那我就留起来了 到时候给我老乖了 给你老乖 你不是没老乖吗 以后我会有的了吗 以后有了还要留给你老乖的 对的了 哇 这阿妹太好了 可以吗 真的以后呢 这个醒的水起到哈 不得了啊 那个阿妹就是 呃 我想问你一下啊 就是我那个 我就是看过那个电视台记者啊 就是他那天他采访过那个七个贵州 然后呢也去过那个广 呃 就是那个广西巴马 知道吧 对 广西巴马 还有的也来过你们银南这边啊 然后呢 他呃 就是那个广西巴马 有个长寿村 知道吧 呃 然后呢 他们采访过的 后来呢 他们又来到你们银南这边呢 那个呃 也是 也是你们这 这边歹族吧 有个长寿村 呃 那个广西巴马 的话是一个长寿 之乡 呃 你们这个 呃 你们这边那个 你 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你 他你们这个听说 他听你们这边说啊 就是他们这个电视电视台那个记者采访的话 你们这边有个长寿村 然后呢 有那个百岁老人呢 有二十多个呢 我说了吗 你咋知道了 那你们这个长寿村在哪里啊 就我们村了 阿哥罗 就你们村了 哎呦 那 那一会的话 我想就是你如果不忙的话 可不可以带我去看一下那些 百岁老人呢 哦 那可以的咯 可以是吧 那我可以拍一下他们吗 那可以的吗 可以的是吧 哎呦 这样子的 哎 我有一点想很好奇啊 那你说哪个就是那些长寿 就是那个百岁老人的话 他们那些你们这边老人家是吃什么东西呀 哦 嗯 吃什么东西咯 对 就是有什么秘密吗 嗯 可不可以打听一下哈 那可以的咯啊 什么东西 我们这边的人都是一天吃三顿饭咯 一天吃三顿饭咯 一天吃三顿饭的话 就是自己种 种米咯 种菜咯 养鸡养鸭 都是自己养的吃了嘛 哦 一平平时吃点瓜果蔬菜都是自己种的啊 有时候咯 也去山上挖一点野菜咯 哎呀 就是 我摘一点野菜咯 来吃 就是这样子的咯 那我们那边也一样的呀 一天吃三顿饭呀 早上吃饭 中午吃饭 晚上吃饭 一模一样 跟你们这边 为什么你们这边百岁老人这么多咯 哦 你饭 你们每顿都是吃米饭咯 对 每顿都是吃米饭嘛 那我们不是的咯 啊哥咯 那你们吃的是什么 我就是早上和中午吃米饭咯 那菜哦 肉咯 都要吃的咯 啊 那晚上的话我们不吃米饭咯 那是菜和肉都吃的咯 那你们晚上不吃米饭吃什么 哦 是那个植物燕窝咯 植物燕窝 植物燕窝是什么东西啊 哦 那你们那边没有的咯 我们那边没有的 呃 那那在哪里 你家里面有没有 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 啊 那有的咯 啊 那我 你喜欢吃我们山里的东西咯 啊 这边我给你装一点咯 给我装一点啊 我看一下给你们 我看一下啊 你说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我看一下 有好多的咯 好多的 我没见过的咯 我没见过吗 这个你 这个你肯定也没见过的咯 啊哥 我给你装一点咯 这个我没见过 你拿去煲汤咯 老好咯 没见过煲汤 老好咯 我看一下啊 这个拿去煲汤好咯 阿妈说的咯 包鸽子汤咯 排骨汤咯 骨头汤咯 老母鸡汤咯 老鸭汤咯 都好的咯 我我我我我我我见过呀 怎么没见过呀 我给我奶奶还买过咯 这个东西咯 阿妹 怎么我没见过咯 这个你见过的咯 我给我奶奶买了 老贵了 给我奶奶买了 这个炖汤喝的 老人家吃的好 这叫添麻 添麻 是的咯 对 你认识的咯 怎么不厌食 那不是开玩笑吗 那我带你 就是带你见过 没见过的咯 没见过的咯 这个你不认识的咯 这个你不认识的咯 这叫灵汁嘛 我爸泡酒喝的 这是灵汁嘛 哎哟 这你也认识咯 怎么不认识 什么的 怎么没认识的呀 见过呀 你们都广东啊 这叫灵汁嘛 我爸泡酒喝的 这是灵汁嘛 哎哟 这你也认识咯 怎么不认识 什么的 怎么没认识的呀 见过呀 你们都广东啊 哪里有咯 我们广东那边 会有的 只有山里面 到山里面才有 它会有缘的 从这边带回去的嘛 哦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这个你也认识咯 厌食咯 不厌食咯 大概你不认识咯 大概我不厌食的